为了因应十二年国教的实施 让所有的国中生都能够就读优质的高中职 第二部三月底是公布了全国四百四十七所认证过关的优质高中职 不过其中却有许多所学校曾经爆发重大违规 第二部昨天是进行了重审 撤销了曾经造假成绩的台南私立港民高中等十所高中 十二年国教即将在一百零三年上路 高中职均优质化是重要的配套 教育部在三月底公布了审议结果 全国四百九十六所高中职理 有九成四百四十七所学校通过认证 但却被发现其中不乏争议的学校 像是台南市私立港民高中 去年发生教师篡改学生在校成绩申请大学 教育部昨天开会重新审议 决定撤销包括港民高中 长荣高中等十所高中职的认证 教育部坦言审查的过程的确有疏失 除了十所高中职被除名成无预警裁班的台北市私立乔治工商等八所学校 虽然维持原来认证但有效期限从四到六年被缩减为一年 全教会跟家长团体都对教育部的审查公信力提出质疑 也认为审查的标准恐怕过于宽松 教育部强调没有通过认证的学校不能申办特色招生 未来针对合格教师比例未达八成以上也会督导学校改善 列入审查的标准记者陈树均印磊齐台北报道